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未必是 低位8.7元升上 最经见到12.98元 回落 0.382倍 0.5倍 0.618倍量度跌幅目 目标分别是 11.41 10.92.5倍 10.4倍 当然 我再说一次 11元是重要的 所以 我觉得 0.382 11.41 在11元上 守着再升 就会比较好些 否则 小心点 再跌深点 就不太理想了 今早上 今早见过12.98元 这里是一个明显的低位 很久之前 是13.2元 前面的阻力 暂时应该不轻 我们看看 如果再弹高些 可以不可以 如果再弹高些 先看周线图 周线图形势 只是RSI STC 利好 形势 偏淡 所以 中期未持货 低位是11.2元 已经过了 关键位是13.168 刚才说过 13.168 暂时有阻力 如果再过13.168 我会和大家看 这一条 中期阻力线 这里 OK 这里是一条 看下去 另外也可以量度跌幅目标 初期 我建议 这里也可以 低位是8.87 高位跌来是 1 多少 24 没错 我不要太大贪 只能看0.38 2 0.5倍 即是 13.2号7,4 和14.8 9千 你都看不到 13.2号7,4 14.6 3,5 进取少少少 才好看 15.9 9千 中期形势 长期形势 指标 全部都是利达 不应该持货 所以这股份 没错 是短期强势不业 不过是短期反弹 中期未行 中期有机会转势 但暂时还未行 这一条阻力线 这条阻力线 可以看一条阻力线 看周线图 先看周线图 有没有认识 两支阳烛 今天星期没什么走鸡 连续第二支阳烛 月线图 上个月的收市位是10.28 今个月的开市位也是10.28 如果收市位是高 今个月的收市位是高 上个月的阴烛新区中单位 即阔湖 14.88 加10.28 即高低位 三阔湖除以二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类似 主光蔡燕利好转向形态 看看行不行 都未必可以 因为刚刚回到开始了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都是 你淡 所以不应该考虑中期次货 DMI也是淡